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财士真力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阿租 阿租又违反了承诺 哎呀 顶他 之前他就说会出席 是全球气候峰会 这些好小事 不是好小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些死忠 在那些左翼人士对于环保议题 相当相当相当注意的 其实他有这样失非 巴勒斯坦失非 现在环保议题 那些左翼人士又失非 现在的死忠说 你有没有搞错 这么喜欢讲大话 又是很重视 原来他就派出他的气候特使 这个克里 即是前国务卿 他说真的对不起 各位 我现在 要关注 是 以巴冲突 你这么说 他们更加火 关注以巴冲突 你是不是想 重大力撑衣 是 其实他说过会继续撑衣 这个肯定 还有2024年的竞选活动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个是商户相连的 如果你不去的话 这个那么重要的峰会 因为之前说到很大的 又说要搞定他 我们 先为天下 这个碳排放量肯定会好过其他地方 做得好过他们 结果就不是 所以现在 民主党的人就觉得 你不用这样 你这样 其实 不是好事 当然 白宫的官员就说拜登不打算参加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的第28届 联合国 全球气候峰会 阿租 缺席这次的峰会 其实很多人都说是意料之中因为他现在努力处理中东战争 并且为2024年艰难的选战做准备 但是你不出席这个会不会令你选战更加艰难 是吧 但你觉得除了这两件事之外还有什么令他去不了 会不会是乌克兰 乌克兰可能他的关注度也不会太高 其实是 是以巴 但是考虑到 现在 纽约时报 考虑到 你很多的死忠都是 环保人士 来过 那你在 说到这么大 你在说应对气候变化 作为国内和国际议程 你说到这么大但是你自己都不参加 有没有搞错 还有 他之前是参加了英国和 埃及举行的前两届峰会 英国在苏格兰 没记错 是格德斯哥 他不参加今年的峰会 这样的决定令到一批死忠是震惊的 是震惊的 因为觉得 你不是说 美国是要敢为天下才做得很好吗 当然有国家英国都说到自己很大 后来你都缩一缩 他有说到很大的 浪费 白宫就说 对于拜登是否会参加这次 全球气候峰会 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宣布 应该是不去的 应该是不去的 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宣布 是的 纽约时报亦率先报道了拜登不参加峰会 其实你看到纽约时报本来就是亲他们的媒体 都是觉得这样不行 你自己的基本盘会失败 其实阿周 想着这个星期去 这个摇摆州份来的曾经也是 就是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参加这个月去世的 前第一夫人 我们之前说过 Jimmy Carter 卡特总统可能先走一步 想不到 他的夫人先走一步 我都不记得说这条新闻 就是 前第一夫人 就是 罗沙林卡特的追导会 之后 就会去科罗拉多州 再之后 再之后 就会发表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讲话 哎 说真的 如果你在这个 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 难听些说 奶光环 当然多一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去 会不会是因为 又是 担心他一走出去 又被共和党搞 不知道 会不会 耳巴有些 紧要事 真是紧要到 一搞定了 光环比气候峰会更强 这个他觉得 只不如现在的死忠 就这么说了 他将会在星期四时还会在白宫接待安哥拉的总统 安哥拉为什么要拉拢呢 因为安哥拉也有很多能源转型的资源 并且在星期二就在出席金乃迪中心 音乐厅的举行活动 到今年胜下来的时间 其实就没有任何的出国访问安排 无论是总统计划怎样也好 他的高级气候顾问 这个气候特使 包括 克里和 前白宫幕僚长 波德斯塔 都预计会参加的 这次的峰会可能是会对新兴经济 这些新兴经济体对于煤炭 石油天然气等等的污染 性石化燃料持续依赖展开激烈辩论 我明白了 因为他担心 因为现在 美国依然是用大量的石化燃料 因为全球的 流源比较贵 他之前都是 租众支持一些开采 可能怕被人问得他很咬咬 其实 拜登 主观上 愿意缺席这个峰会 可能会影响到他在年轻 民众当中 尤其是支持 民主党的这些年轻选民当中的地位 因为这些选民 很多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为他们 选举首要关注的事项 现在你就不去 你怎样向年轻选民交代 看回最新的民意调查 也显示 拜登在几个重要的摇摆州份 以及年轻人 还有少数族裔的选民支持率 蛤 不是吧 居然输给川普 年轻选民 年轻选民 这么搞笑 还有 你不要忘记这些本来是你的肩鱼盆石的东西 小数族裔都投给川普 哇 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 他说处理这个尾巴冲突更加糟糕 原因就是总统对经济和尾巴冲突之间的处理方式 令他们很失望 经济来说 川普 支持他就好命的 经济 挺好的 因为那时候也很时光 尾巴冲突 川普是全面倾向意识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的盘就是这样的 他的盘就是这样的 最坚实撑 没什么影响 没什么影响 但是你就会影响 年轻人很简单 失望 不去投票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不去投票就可以了 另外 高级选举官员和顾问也向媒体说 特朗普 寻求第 二任期内 彻底改革美国的气候和能源政策 是最大限度 提高石化燃料的产量 吓吓选民 但是我们看看特朗普当选 预计他将会废除很多气候的法规 和政策 包括拜登签署的削减通胀法案 这个大件事了 没了削减通胀法案 人家就不去投资 就去中国了 想着建立3,7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补贴 以及税收的豁免 租究竟会输呢 如果明日选举就会输 但是还有一段时间所以不知道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现在荷兰和阿根廷出现了政党轮体 荷兰的极右翼人士 就是赢了 还是米莱 就是阿根廷特朗普 荷兰特朗普 阿根廷特朗普都上台了 所以这个叫特朗普现象是扩散的 而且 现在共和党党内那些人 比特朗普还要特朗普 印度阿根廷特朗普又说了 因为美加边境出了大事件 记得有大事件 是的 现在怎样 他说对了 美加边境出事 起围场 美加边境起围场 不是美麦边境 大家听一次 不是美麦边境 美加边境 最近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政党轮体 其实也是 变相令到大家思考为什么右翼可以挖起 尤其是极右翼 这个 特朗普当然他还没上台 他就是高呼反移民政策 他的极右立场 亦为欧盟带来了很多变手 另外一位更加辛辣的 这个叫 阿根廷特朗普当选之后 他就立刻说要退出金专十一国 因为阿根廷加入了过多久 另外也说要跟中国断交 之后 就废除阿根廷央行 全面不是去美元化 是全面美元化 其实他们也有着相同的外形 也有一点 不是一点 是很大的特朗普的味道在里面 想念你的手 我想念 阿沉丹丹 未到 拜登也挺头痛的 不是开玩笑的 荷兰和阿根廷的变天 亦能够为 接下来的美国大选 作为一个趋势 但是台湾地区说 我们也是 走开 一世都在摄影 一世都在摄影 撑他 当然 这次阿根廷的变天 这次阿根廷的变天 其实对阿根廷也挺无奈 他试一试 阿根廷曾经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很强 因为他和澳洲都很相似 他的 地理位置当然 有点不同 但他生产的也很相似 原来阿根廷曾经 是 经济规模超过加拿大和澳洲 是农业 畜牧业的大国 这两个产品都是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你知道这几年是很严重的 因为他政变不断 他 5年到85年之间 政府更新了25次 最离奇的一个就是 一个月五个总统都试过 影响阿根廷最大的当然 贝隆 将军政变之后 阿根廷就走向极左 贝隆是三次执政的 他最出名的 他的第二任夫人 贝隆夫人 是著名的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 阿姐 贝隆在1973年 下江 因为他离世 然后走向左派道路 但阿根廷经济 陷入了困境 荷兰移民 移民是令到 吕特 吕特也不是很温和 这些都是 右翼政党 现在更加右 这就是钟摆效 很严重 当然台湾就说 我们选举都有影响 因为中国经济衰退 中国有4%的增长 大量的撤资 你说 是否有撤资 但也有些新的 中国经济 怎样不好 其实其他 国家都不是很好 越南也是一样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我觉得 中国是最大困难的 就是地产行业 这个大家都知道 亦很难解决 这是现实 我相信最后应该 一番努力之下 应该都好一点 好一点 最后会怎样呢 阿周会不会落选呢 如果明天选举 他就会落选 但是因为仍有整年时间 所以不知道 不敢说 特朗普能否出选也是有原谅的 这个就是最大原谅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